在这段婚姻当中 到底要汲取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这世界上 没有掉馅饼的事吧 没有 怎么可能投资就 一下就那样 就想走捷径嘛 都坦诚 都别骗 胆挺大的 是吧 跟自己老婆说 拿几万块钱来用用嘛 如果你不贪心的话 你一定会问清楚老公的 好老婆是 老公拿回五万块钱 老婆会问 你一个月挣五千块钱 你怎么拿了个五万啊 哪来的这五万啊 这是好老婆 所以呀 诚实 不要占小便宜 记贪心 每个人共勉吧 不仅仅说你们 大家都共勉吧 好吧 你要还想挽留 你就跟他说 他愿意给你机会 那就给了 他要不信你 我们真的没办法 因为没有人 有能力 去弥补一个 不相信的人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发红糖 真情六十秒 老婆我会以后对你好好的 以后不要再欺骗你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好好陪着你 不会让你吃一点的苦 想想到那么美 可是我还是不想再相信你了 我觉得你每次说的话 总是错而反而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我觉得他们俩好像都在这个突然的变故当中 有点傻 就对于男生来说也是天塌了 咱们钱也给骗了婚姻也没了 来 请关门 对于女生来说 好歹我们俩在一起了 你怎么这么大的胆 我看他们两个都处在那个 应激事件的那种不知所措当中 他们应该慎重地再考虑考虑 看看这一对的选择 请开门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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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